梅根书法自美到像艺术品惊艳全球,嫁入皇室前超狂身份曝光被赞翻,是财女啊! 英国哈利王子,Prince Harry,和美国女星梅根,Meghan Marko,于19日举办了举世闻名的世纪婚礼,举凡婚礼细节,受邀除夕的宾客或梅根的家庭背景等等,都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。 而以平民身份嫁入王室的梅根,她过去的一举一动也被拿出来放大解释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梅根除了是一名在演艺圈耕耘多年的演员之外,她在网络上更是一位知名的部落客,她经常在社群网站分享时尚或美食资讯,受到许多粉丝推崇。 而最近外界更发现了梅根另一个惊人的天赋,就是她还写住一首好字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事实上,由于演艺圈的生活十分不稳定,梅根为了补贴生计,曾经兼职当过老师,而她教授的科目就是英文的硬笔书法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过去大家对书法的印象,应该都会联想到传统的毛笔书法,而硬笔书法就是用除了毛笔外的笔,例如钦笔,原子笔,钢笔等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而梅根写出来的硬笔书法就像印刷品一样,既工整又美丽,精致的风格让人感觉相当有质感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除了能写出一首好字,梅根也擅长进行文字设计,尤其她将自己的手写艺术风格融入她和哈利王子的婚礼邀请卡中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这张独一无二的婚礼邀请卡,其实藏着许多温馨的小细节,像是卡片材质来自英国,但油墨却是使用美国生产的原料,象征身为美国人的梅根,正是融入英国王室这个大家庭。 足以成为美国人的佳话。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不止梅根的字很美,就连凯特王妃也能写出一首好字。 比起梅根那充满干面的个性风格,凯特王妃的字则是流露出优雅内敛的气息,两人的手写字各有特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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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